各位觀眾 旁晚好 歡迎各位來到天河體育中心 收看我們為大家送上的 中早第三輪的賽事直播 由廣州城 賽序上應該是作客 面對著青島隊的比賽 在天河體育中心 今晚會有何輝和陳海東為大家送上 願意現場放出 天下是不是現在 陳海東 不過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現場的天色 因為其實還在煞著 有一點點 下午就沒什麼了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 厚的雲層是比較多的 不知道待會看看會不會下雨 這個時候應該兩隊開始入場 雙方球員入場也看到 就是他們穿著的球衣 今場賽事就是廣州城 雖然是作客 但是他們又不需要穿著 他們作客的球衣 他們穿上一件主場的球衣 因為跟青島隊方面的色調 不會有相撞 看到這場賽事的主球證 就是拿著球的顧春行 這場賽事由於本來 安排在花刀體育中心進行 但是由於昨天大家都知道 一場很大的雨 所以花刀體育中心那邊的場地 又出現了一些問題 所以就要安排來到 天球體育中心這裡進行 這裡可以看到 就是青島隊的球迷 他們的行程可能也有變 一看到他們 很多球迷都說樂起巴賽 對 這件球衣的確有點傷淺 還有我們入場的時候 也都剛剛好 看到他們就跟我們一起入場 好 兩邊球員就位 馬上要進行奏國歌的儀式 奏國歌 太多了 太多了 正式侵略 分配 太多了 太多了 在外面 好 好了 完國歌之後 這場賽事馬上就開始了 看回前兩輪在積分榜方面的情況 廣州城有4分 而青島隊方面同樣也有4分 介紹一下雙方的正選陣容 廣州城方面他們的伴將 依然是韓佳琦 在後防線方面都是那三位球員 黃靖宇 胡睿堡和姜跡宏 中場方面有一個變化 就是史雲迅這場賽事正選上陣 代替了前兩場賽事 都是答案正選的陳俊樂 搭著李梨提香 前面還有一左一右的 常菲亞 唐廟 中間是陳志超 還有古希薇 正中風是葉楚貴 廣州城隊在第一場的廣州打比 都在天鵝體育中心踢 當時2比2打合了廣州隊 第二場在越獸山 3比1擊敗了重慶兩岡 那場球的快擊打得很精彩 兩支球隊上兩輪的賽事 都是一勝一和的 青島隊第一輪的比賽 面對著倉州 其實那場比賽 反而他們真的被對方攻得很厲害 不過最終是贏球那隊 而青島隊方面 門將是劉振理 後防線方面 就有駱鵬 劉健 還有烏尼斯達 一左一右的就是王偉 和張浩神 中場方面有高翔 呂鵬和普波域 前風線上面就是 阿波杜拉和拉當職 你拍著就是趕城隊的教練 阿塞波 文家斯特 說到就是這邊 而且青島對著倉州熊獅的那場球 其實就揭示了一件事 就是倉州熊獅的把握機會的問題 因為很多次對著龍門框 其實是不中目標的 這場賽事大家都看到了 青島隊方面 他們是代理主教練 李成平 在場邊是指揮的 而劉振理 前兩輪的賽事是非常出色的 第二輪也是入選了 當輪的最佳陣容 在門將這個位置上 所以這場賽事要留意一下 因為本身 韓佳琦在廣州城這邊 他的發揮也是非常不錯 另外 就在這邊 有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究竟 烏尼斯達究竟是踢什麼位的呢 我們其實在賽前 一直打造名單都在研究 應該是後衛掛 暫時看到他是在中圈的位置 對 那就是前鋒 因為我們收到的名單很有趣 寫他擺放的位置後衛 對 顧春晨現在應該在同場邊 對著時間 沒錯 上半場的賽事 首先開球的是廣州城 他們穿著紅藍雙間的球衣 在鏡頭當中是由右攻左的 今場賽事有何輝和陳海東為大家在現場 天堂跳中心 宋尚熱語行室 我看到這邊 唐廟將球回後 現在開球的下 你說論棋位 對方 就是其他較前的 應該就是拉當職 和普波榮 普波榮 就是在小攻擊中場那裡 差不多下 烏尼斯達現在看起來 是一個防守中場 就是在防線的前面 對 至於說成隊 其實在第一場開始收到贈容的時候 黃靖宇就寫上去防守中場的位置 但很明顯兩場下來 其實都是踢三中堅中間的一個 一堂秒 他給了出來後一點的位置 但是交不到給他中間 所以越差越後 繼續給中堅的黃靖宇 轉過來左手邊梅瑞寶 好 都打算在哪裏尋求這個配合 但是對方的綁都趕得很快 將這邊的常飛駕趕出來 這裡也看到小雲信了 這場球其實是開球分多鐘 這個感覺大家尤其是 尤其是 山東這邊比較小心一點 這個轉方向 力量不夠 完全被對方的高牆 抓住了 應該是青島這邊 比較小心一點 而說起山東就是 青島下一場的對手就是山東 暫時他們排名榜首 因為他們多踢一場 又七分 坦白說 雖然做了這一個工作一段時間 都很少在這麼短的時間裏 回去同一個球場 但是再做另外兩隊球的直播 不夠24小時 不夠24小時 因為昨晚場球是8點開的 但是再一次要稱讚 青島中心這裡 他們的草地質量真的非常好 昨天在這麼大雨的情況下 在踢完球之後 一定對草皮是有所損傷的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這一場的賽事 雖然沒有在雨中進行 但是仍然看到草地質量是非常好 應該我們皮膚的損傷 比草地的損傷多了 說真的真的很漂亮 說真的 昨天其實一直都是 從下午開始一直都是下著大雨 看到比賽的途中也沒有任何 例如積水 你看到全球有什麼問題 就是很高質素 剛才提過 其實在一些視頻裡面都說過 就是現在其實 天空體育中心 或者中超有些球場 或者訓練基地的草地 其實就是 跟球場那邊沒有什麼分別 只不過可能那個厚度 就是草的厚度 大家取向有些不同的原因 這個也因應 天氣啊 緯度不同啊 都會有所不同的選擇 小人遜 這場賽事 他叫做回歸廣州城之後的第一場正選上陣的比賽 因為呢 第一輪的賽事 他後備入體 對 青島呢 基本上都是整隊 縮到接近中圈最低的點都看不到 所以都是要慢慢離 我看到陳智超的演出來了 你看香港多一個長球 但是太高了 我們又要留意一下 雲家斯特呢 在前兩輪的比賽 都是比較希望打一些的快速反擊 但是這場賽事 如果對方真的這樣一直縮在後面 他們要壓著對方來組 會不會在陣容上面 又或者在球員上面 做出一定的調整 可以在一段時間再看清楚的 就不需要說太過急 還有始終 如果以兩隊球的跪前 大家對他們的感覺 或者他們的班底 其實這個分數也相當健康 所以彈性會比較大一點 好 看看轉過來左側的位置 上飛駕 從第二輪開始 他都在左閘這個位置上面 看他吸回來 左腳不出著 彈對彈面對方的手掌 一路地推到中路的位置 給後面的小仁迅 再猜過來右手邊唐廟 再壓深一步 他都被對方的球員撩走了 角球來的 上飛駕剛才不出 是合理的 因為如果看他門前 我們在現場看到 就不是有什麼球員可以接應 所以就算出的話 可能送回紅球給別人 看到上場在震動月秀山 顧希美去開這個角球 上場賽事有左攻 左腳的內彎 第一點搶到 但是法力不算太完整 姜之弘的頭緒 上場賽事有上陣 第一場其實就不是正選 再看這個鏡頭 其實折扣上不太理想 因為夠了人的 即是青島這邊 但是沒有明顯的人去對方姜之弘 上飛駕 上飛駕 一直在左閘這個位置上 無論是曾昭昭還是上飛駕 他們兩個本來都不是踢習位的球員 但是這三場賽事 無論是曾昭還是上飛駕 都被固定在一個左閘的位置 黃靖宇 黃靖宇 來回這邊的小仁迅 陳志超 古希美 真的想看下一輪的賽事 他們面對深圳旅的比賽 和坤迪路兩個站在一起 會不會在外形上 大家都會覺得比較相似 拍著常飛駕 其實跟我們講的 有個同事很像 剛才陳志超 提到坤迪路 其實近這一兩天 朱利古獨夫 都對坤迪路的情況 是有點注釋 為甚麼 不是說一定是守法 或者是踢得比較多的時間 原因是說 原來他之前的一兩年 在第二道的比賽是有受傷 所以其實一直在慢慢回復 覺得不可以太急 要用他用得太厲害 否則可能會對於他的健康 狀態發展 傷勢會有影響 這麼說的 另外還有就是 新人隊始終只是說 都提過了 在三線的結構上 其實可以調整一下 做得要緊密一點 因為在現場看 尤其是中後防空前面的球員 是來得比較開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剛才陳志超說到的 廣州城對深圳隊的比賽 應該在五月八號 就是下一輪的賽事 接下來的星期六和星期日 分別都有廣州城對和廣州隊的比賽 第一點 首先被胡玉寶撩下來了 不過常菲亞想這樣 當然在中間的時候 過不了對方的輪迫 放鬆 拉當織這個球 這球已經拿不來 看下據右邊的攻勢了 繼續看見 整隊青島是縮了半場 李提香 放過頭球 那是被上飛駕的 出底線之前 要勉強罵到回來 但是應該已經出去了 這個是助理裁判的判斷 他就沒辦法 也是技術上要這樣做 就在那邊很遠的底線那邊 隔著兩條龍門柱 說的是那位應該是鄧波 那邊站著出底線 說起是否整個球出底線 其實用眼力換也是不容易 當然 你說近期比較多的爭論 可能是十二馬究竟 守門員那雙腳離開了白界尾 射球那一刻 但是想起這個概念有些問題 因為足球 從來都是 不像籃球那樣 那隻腳是否踩到一個界 這個就是籃球和足球不同的 就是一個立體的場地 一個是平面的場地 當是否出界的話 有些人在想 究竟是否應該利用門線技術 射球那一刻 身體整個人任何一部分 還在白界上面 應該算是不犯規 值得想一想 因為現在似乎 兩隻腳在射球那一刻 要有其中一隻腳 一定要在白界上面 其實是有點可刻的 寶波榮 烏魁斯達 暫時這兩位的奧運球員 都在中場 希望可以把球運到前面 烏魁斯達就 報名那裡可以調整一下 因為報名那裡 其實通常 報名球員的時候 理論上真的不應該寫位置 但是他所報名是善風 還有我們這場賽事看到 那個官方排陣套 就是排在中堅的位置上面 又再次看到 這邊青島隊的代理主教練 李成名 這場賽事 說到 烏魁斯達 其實他是 挪威的球員 年紀都不算太小 以往就踢過 在英格蘭 在搬尼 也有踢過 譬如說 鄭芝也踢過的查爾頓 也試過在佐加頓斯 黃靖宇 給他這邊的李提香 再轉過來左手邊 常菲亞 常菲亞 基本上他上場 到現時為止 這11分鐘的時間 他都不需要 放回自己的後防線 更加多壓在對方的半場 因為青島隊這邊 真的沒什麼攻勢 可以猜到上 唐廟 重點地是把球交給古希美 但對方也在力迫之下 不容易把球交到上去 這個球不是那麼難逼 在很輕鬆的情況下 就放了出去橫邊界外 對 要小心一點 因為完全沒有壓力 雖然只適合過10分鐘 剛才陳曉東提到的問題 的確值得考慮一下 是否可以 比較早 放多一兩個時間出來 這樣 好自然 這邊一定拿到控球 是會慢慢來的 就是說青島隊 今天為什麼李承銘 做青島隊的代理主教練 據說是因為吳金貴 吳金貴主教練 在中午的時候 突然覺得自己有點不舒服 所以這場賽事 就不跟隨著球隊 來到天頭地獄中心 所以就是李承銘 就在場邊做暫待指揮 希望吳教練一切安好 唐美羅把球撐下去 小雲信 那邊韓佳琪就真的 很空閒 對 有點孤單 看到他的身影 因為其他隊友來 他都很遠 但是應該不空虛不動 他都很遠 繼續吧 國安青島隊 都是整隊 都熟在自己的半場 裏面 他都提過 現在的足球 很流行 在技術上 或者在戰術研究上 很流行 這樣做的 如果縮下來 全隊都都縮下去 大禁區頂 差不多 都有這樣做 不過現在還有一個 就是 拉東正 比較前這個位置 又打不進去 鼓起美也希望尋求多一點的機會 你說十幾分鐘變陣 換人 真的很奇怪 但是格局上 其實就 是值得想想的 對 還有真的要看 看雲家師傅那個 的 拍力去到哪 看他什麼時候 因為現在整體上的格局 已經形成了 就是青島隊 收在後面 等你廣州城過來攻 有兩種東西 第一 是 不動陣 都可以很多東西 可以配合 但是前面現在只是看 拉東正正在這裡揣搖 那麼 兩隻站是可以 再向前多一點的 那麼這個也都 球員自己在場上的感應 都重要的 好 我放過場的 但是這個球呢 就過不了回禦寶 我回到界外球 應該就是 是 上飛亞 看見了 球場上有兩個球 在這裡 這球就算上飛亞 是不拿 不頂的話 其實也不太容易控 在現場看的球 其實過來很厲害 好 拿著位置 回到界外球 很慘 很清楚 就 難了球出橫邊 應該是不完蛋 太厲害了 Krank 推到界外球 普波歸 想說給張浩神 一落地之下 球證是催乎了 應該是普波歸的扔人 張浩神來的 他的手拿下掉了陳志超 陳昭就在今年的中招已經開了 就是這隻手扭一扭那一下 動作很小 所以也要眨一眨顧潤 張浩辰就今場賽事球隊的U23 在成都會正選的U23 上飛壓 連對著張浩辰 想說用中國壓下去 但是張浩辰也撐得非常準 送了個角球給廣州城這邊 其實上飛壓已經押得很遲 但是他押了上前之後 怎樣去周圍怎麼配合呢 你不可以只是放按摩給他 然後要他一個個兩個一個個三個 這樣可以做下去 一定有些組合 譬如城市超現出來 做一個1-2等等的事情可以做 剛才的角球 鼓起尾找到姜跡雲 這次陳智超的角球是如何 直接被對方門將流震你 四球角球也重要的 況且會多一點 頂頭重量力強一點的球員 都會上去 這樣被陳智超再拐 射不射 一堂 角度拿得太盡了 所以不能夠名中目標有些可惜 這個球 再看一看 其實這個球是送禮的 想不到這樣繞回頭 真的繞得這麼差 說的是普波瑋 這幾個 第二十七分鐘 廣州城在上半場第一個 可以入球的機會 拿到腳架 這一下也吹罰了 鼓起尾的法規 盡量給面子 因為形勢很明顯在自己那邊 這些壓迫感 他們都不知道怎樣 用老闆球上來 就千萬盡量 萬分地注意 不要犯規 反而浪費了形勢 就一番停了球 高牆比這邊的張浩辰 好球 轉轉方向給劉健 就像現在電視畫面看到 其實兩側那兩個球員 是沒有目標對 如果沒有的時候 可不可以整個形勢 是壓前一點去迫 都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如果你是這樣縮 後面五個人 他們前面只有一個前鋒 走來走來走去 或者只有兩個人的話 你很難壓出一個快攻的機會出來 就算你壓到的球 可能都在中後場 前面未必會救人 利提香 床廟 小仁淳 所以你其實看回 在後面席當中 如果真的會換的話 另一位 人球員 卡道拿 都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對 但又說著 張森比心 也是這樣說的 但如果自己是教練 沒理由十幾分鐘換人 雖然這個格局很有趣 結合開球的時間 少許傍晚的氣氛等等 加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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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叫了由你啦 開球到現在 清鑊對第一位 比較有威脅的攻勢 上個賽季 我們也見過 那位肥仔麥的高牆 是一個很努力 很有球味的球員 而剛才說的成隊 其實也要注意這件事 始終那一句 剛才那球出來 三個後衛在禁區裡面 你不只是站位 如果你對得陷的人 根本連滑進來的機會都沒有 這些可以做得更好的環節 還有你看到 譬如姜跡宏 胡藥寶 這些球場能力很強的球員 但是在前兩輪的比賽 我們看到廣州城隊 特別是死球的防守 他們欠死球的能力 投取的能力不算特別強 對 從這兩輛的賽事 其實在現場一直都看 基本上進去禁區的高球 全部都是對手頂到的 這個是值得注意的 這個高球就被審了 好 益光了 對方門將 劉振來 彎不到了 轉轉轉轉不到球 也給不了葉索桂 跟剛才說的 例如剛剛稱得到攻勢 高球進去 中堅你只有一個人 前鋒只有一個人在禁區裡面進來的 位置頂得好 基本上前鋒走的是坐牆上的 是根本無法進去的 等於籃球放著 你多高也沒有用 你三米高也沒有用 你搶不到籃板 因為你無法進去落點 其實要做這件事 會更加穩固 他應該不太明確 直接交給唐廟 他自己帶著球上來 拖過了一個 再扯過來 哎呀 如果漏的話 可能更加漂亮 但是很可惜 葉索桂就沒有漏過來 他應該都不知道 陳至超 原來在後面有更加好的空位 高牆給回到後面 高牆給回到後面 劉健在球隊當中 的確是很多位置都可以踢得 中堅 兩個閘 防守中場 都可以勝任 射門指數 一定是 整隊這邊是較多 整個格局 整隊是更加主動 烏克斯達的長傳 這球球正給了一個罰球 高邱成這邊 還要看看會不會警告一下 阿卜杜拉 做什麼 他叫胡玉堡過來 他不知道是不是說了什麼 剛才阿卜杜拉 在後面過來的時候 有點推一推他 然後可能顧春暗聽到一些事情 動作上沒有其他跟進 照顧古昌晃 提醒他 不要這樣 胡玉堡也可以說 重返天河體育中心 因為之前也是 廣州恆大的球員 這部分 昨晚也是很多動人的畫面 因為就是高林 另外說到昨晚 但其實更加 賽後都一個 挺 挺觸動到 心靈的畫面 說的是 阿黑森 跟他的 伴侶 要隔著安全距離 跟著 本來這些在平時生活 大家一起面對面 聊天 是很平常的事 但變得是很難得 很稀有 這樣才可以做得到 畢竟現在還是一個 防疫的工作 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要求球隊有表現的時候 同一時間他們 其實他們的 身心的狀況等等 你在這樣的氣泡裏面 要保持一個很上乘的情況 其實都不是很容易 你看轉過來 不太倒 也都掌握得很好 常菲亞 推入中間 再拐回來 就是厄米玉附近的位置 但始終沒有起腳的空間 一直被對方看著 但他又搶回 暫停了 斬個高波 進入禁區裏面 這一點真是不容易搶 除非一下 現在已經試過兩次 就是他帶了球的時間很長 雖然沒有失蹈 舉例如剛才 他在大禁區頂 一直打橫一直大 其實有些位置是否可以 甚至乎 給自己的隊友過來 一個撞射 來提醒 藍姐的角度有點後面來 顧昌涵也看得很清楚 踢跌了就是呂彭 現場已經聽到 來到廣州的青島球迷 藍涵的聲音 雖然人數不多 但是在現在的天洋體育中心 他們的聲音顯得非常突出 而且賽前也觀察 究竟他們的行程可能都會變的 因為原本今天的目的地 就不是天洋體育中心的 所以這些精神都值得尊重 還有可能也是五幾天的假期 所以從開球到現在 都陸續見到還有觀眾是入場的 劉真理 因為高球放上來了 被高牆批到 阿波杜拉 回到中間 避得漂亮的 拉當直 繼續拉當直 上華插花 這樣也可以 被他閃了一個射門的角度 出來了 但是最終也是省中了 就常非壓 出來了之後 也踢跌了 李提香 所以被一個佛球 攻城這一邊 說到入場 今晚中午8點鐘還有一場比賽 重慶兩岡競技 會對著蒼州熊絲 看看把握會不會做得更好 那場是大學城進行 看見施雲信的樣子給李提香 說到大學城 說到城隊 其實他們 賽前的訓練 本來是踩場的 也都因為 那場地問題 所以都要改回自己的訓練基地 練 因為其實他要等VAR的肯定 不肯定的話 是沒有可能批奇的 我正在說葉楚桂 很明顯 鄧波應該都看到的 但是這些就 不要讓一些錯誤發生 就一定是等VAR肯定 所以鄧波 他這個作理裁判 剛才這下的處理 是一點問題都沒有 還有就算是沒有VAR也好 現在的指引也是等球員拿球 才舉棋 剛才他都拿的 他都拿了 因為現在始終很多 有些還是停留在那種很久 這種階段其實是年多兩年前的 應該指說 為什麼龐正在理裁判 這樣的水平 這麼刺濕批奇 其實根本就沒有關係 因為一旦 但又明白越貴的情況 就是很特別 在足球裡面 一旦你真是肉眼上面 半段是錯了 是回不了頭的 如果你吹停了 你不能賠回那單刀給別人 大家站在那裡 單刀說他踢不可以 所以是一定要肯定了才 就是去吹吹或吹奇 這件事是由VAR房做的 而VAR房那裡其實 編輯視頻是需要時間的 是否看到 鼓起尾都回來了半場的位置 拿球 我也提過無數次 其實在AI 在網絡這些科技上面 其實一直都在很急速地研發 網球在今年很大的進步 這方面 足球也一直在搞 小雲生 這場球有點盲目了 因為完全找不到前面的葉楚貴 和常非亞 但是又看到青島這邊 就真的他們 就只有一個拉當職在前面哨 所有球員 全部縮回自己的半場 坦白說 由上年的趕了負力 到現在的趕了成隊 整個格局 你要求他們 例如半場 拿走三中堅 其中一個踢四個後衛 他們未必願意這樣做 但是剛才提過兩閘 可以 輪流 或者 譬如說 有機會在右邊的時候 旁邊可以去盡一點 後面 盯著的人是 簡捻一點 前面的確可以 放一個攻擊球員出來 對 後備席當中 剛才提過 卡杜娜 還有林安高 都可以考慮 不知為何 說了成隊 沒有人說他們是無風陣 都提過這個人 很有趣的概念 常常說 哥迪奧拿萬聖 很喜歡擺無風陣 其實是全民街風 無風怎麼入球呢 很多風 你定義不到究竟誰是風 對 甚至龍門也是經常交出了 守門員 甚至一度是安排他射12馬 沒錯 投秒 右腦做回碟 但是空間不算太多 葉祖桂還是要給出來 來到這些位置 對方的防守比較密集的情況下 如果你是這麼慢的話 真的猜不到空間出來 你做到這麼長時間 有時候結合的強言出來 可能要加速 試一個1-2 試一個組合 打進去 看看打不打通 近來 譬如說 講到直播的西甲 就是一個例子 巴塞的格局在那邊 怎樣在邊線 怎樣左大巴 右邊 維斯塔 這樣跟隊友 慢慢地打穿了 接著就在西甲中間 蹦到這樣進去 這類就是 可以去參場一下 雖然未必可以打到那個 流暢度 但是可以明白那個理念是什麼 因為如果在外圍 正如查理都說 現在這個速率這樣猜 是很難突破的 看這次唐廟又如何 吸過了一個 但是保護也做得很好 阿青都隊這邊 可以把那球清出來 但繼續落在廣州城的球員腳下 為了一腳的軟石 其實你看到很多 上半場 廣州城想穿的防線 都是中場 其實放高球下去 給兩閘後面 唐廟和阿翔 好像想穿下去 但是這種做法的成功率 未必可能太高 除非真的結合到 都是要快的 這種轉方向放過頭 其實都是要 在可能另一邊 猜猜猜猜猜猜 突然間有一個 一插進去很準時 噗地進去 這樣才成功率會高 你說正面地打下去是難的 我們又看到一些後備 在這裡 去熱身 應該都是程度隊的後備 而且大家看廣州城拿著球 在對方的半場猜 都猜猜了超過半個小時的時間 但是暫時 都沒有一個太好的機會 可以產生得到 除了對方的寶寶域 那次傳送身 給陳志超來一腳的射球之外 廣州城和加起來 加起來青島隊這邊 都沒有一個絕對可以入球的機會 那麼青島隊那邊熱身 就差不多全部 大部分 後備砌部都熱身 譬如說 洋雨等等都在這裡 好 兩壓上來 金子雲 小雲信 上飛下 現在鏡頭看不到 他曾經在鏡頭底 就試過插進去 不過高場也跟著他 對 會不會呢 因為可能也 不是太多碰球的機會 所以出來都溶一溶 但是出來之後 再進去的時候 如何的節奏變呢 有些時候 尤其是打進去的話 如果這個時間 我們看到在中場中間 有一個很低比利的球員在這裡 可能又真的出來的效果 完全不一樣 賽前也有記者問 雲加斯特究竟 迪比利什麼時候可以復出的 他就說其實迪比利現在已經可以復操了 那就看看 慢慢漸次地 看看什麼時候可以放回大明達 對 我也看過 對 我也看過 對比利可能 我現在下去前幾項 可能找到他也不聽過 永遠的鬼尾就落地 沒什麼 哇 圓圈噴得很漂亮 現在很熟手 我們看到很多球證 對於隱形噴霧的運用 都已經是腳之上手 會不會訓練到 嘩 嘩 他也跟著你 坐什麼旅遊巴黎呢 大家猜起美的佛球 但是斬去後處位 第一點大家都搶不到 是否直接出了底線 變成了青島隊的龍門甲 全球做裁判的人 會不會 將來做蛋糕擠忌廉 是會很熟手的 看到美鐵哥哥和 鄭之光哥哥都在旁邊 其實在我們旁邊 沒錯 我們如果拿開自己的耳機 都會聽到他究竟在聊什麼 不用理會 我聽不到 因為現在戴著耳機而已 說起你的教練 都可以說一題外話 因為上一次比較明顯 聚頭說 一想合過照 竟然是2003年 好像是國家隊 對巴西在廣州進行的友誼賽 成年了 成年了 18歲還不是成年了 這球是出發了阿卜杜拉的犯規 前場目標真的不是太明確 除了阿拉當職一個在這裡之外 其他球員都好像打遊擊一樣 上去就上不去 都是要深方發力 現在是203年 鐵哥 計海 都在這裡 巴西更加厲害了 因為2002世紀盃冠軍那隊 是齊人的 那隊就真是正宗的五星巴西 剛剛拿到第五次世紀盃冠軍的巴西隊 還有那次還有真的老夫仔陪你們 好 現在天色就開始慢慢暗一點 不過看起來就不是天氣轉壞那種暗的 純粹是時間的問題 紅球百分比 沒有我們印象當中分野那麼大 因為也是一個六四之比 拉當職這個球沒有越位 入到禁局裡面 好可惜 想說扯出來的時候 也是被趕著城的球員刪出底線 第一個角球 請到隊這邊 大家看著電視鏡頭 為何這麼遲遠出球 因為其實在現場 你會發現門前根本沒有隊友在 大家看到姜跡宏那件衣服 你就知道 因為現場其實沒什麼複 然後再加上去吐雨 就吐不出 所以挺危惡的 看著風 就是下雨的鮮兆 通常未必一定 所以你看看姜跡宏那衣服 就很明顯 濕到頭 我們的視線裡面 只看到一些微微動的 就是鐵哥的頭髮 他吹一下那一下 好 看看普波泳這個球 加油 打了幾下 扯來頭柱位 但這個球真的 落點控制不太好 他過去的淡步也不對 有少許鑑筆 在那邊 再三角過來 但還是只有一個人在 青島的球員殺得很快 剛才這個格局很明顯 高球進來 只有一個 一個對一個 還有三個 一個長球 沒有立得到的 葉祖閨 一個對著兩個 旁邊有常菲亞幫他 但他選擇脫下來中間 古起美撩回後 小仁迅再拆給常菲亞 繼續是小仁迅 古起美的走位 但是這一下扯過去 扯得不太好 再給常菲亞 又是想拐過來大位 但沒什麼起腳的空間 再轉 剛才小仁想給古起美 那一下 然後常菲亞 那些互動走位 就有用了 做得漂亮 這個狀場都漂亮 然後最後壓過一步 都是被對方的球員 首先撐到 看是否黃偉撐到球 放淡做多些這些 有機會是穿進去 撕破對方的後防 還有一些空間出現 開了紀錄這場球 應該是很好踢的 特別是如果現在 已經接近上半場的尾段 如果開了紀錄的話 差很遠了 這次吸得不錯的 繼續都是陳之超 跌回給唐苗 扯過來都漂亮的 很可惜的 頭緒頂高了而已 葉楚貴 應該在職業生涯 處於一個狀態上 都很高峰的位置 葉楚貴 飛得盡就沒辦法了 因為由這個球是按過來的 是一支平線的 看慢鏡 那球不是彎出來的 是順勢 按進來的 所以還未認真會 是彎回來的那隻 跳到盡 都是頂到那個波底 沒辦法 盡了 盡了 好 高牆這個球 就被郭安成的球員 撐到下 所以就給了一個佛球 成都隊這邊 但寶寶永遠的選擇 開個短 雖然說 很有球尾 但高牆如果看新型的話 還要粗效 對 上個賽季 在 這個 鋼組區的淘汰賽當中 已經是 見過他 都是很肥仔蜜的情況 當時 都是跟廣州城的前身 叫做廣州副力 都是相遇 兩回合 最終的比數是2比1 廣州副力是贏多的 當然兩支球隊都留在中招 即是說 過去的年頂 其實他也有一點點變 小人遜 胡藥寶 給中間的小人遜 這邊 古希美也提出來了 古希美拿球多了 明明中前場的組織 是靈活多了 這個球也叫做博島的犯規 就是高牆 高牆 他就是那種很難打的球員 但是有時候動作真的要注意 這個球這樣 就躺下去 差不多那個球 只能拉到腳 所以球正是給了一張王牌出來 合理 有威脅推進 下腳有點危險 終於找到檔南華佬 原來在球員通道對上小小那裡 那位樂宇可以打到的 古希美和陳志超商量了一段 之後 就將這個罰球交給陳志超來處理 那球就離開 門框正中央 25.3米 前面那兩個死球 都是穩後點的姜跡雲 看看這次會不會都是穩後面的姜跡雲 穩人那裡 其實青島有一個位置是一個人穩兩個 很厲害 一個穩兩個 怎麼穩呢 加上對手 直接扯門 但真的威脅不大 劉鎮可以輕鬆門收 有點浪費 這個球開度很高 最後肩膀對肩膀 青島的駕駛球 這麼高下來 阿波杜拉這個球捏下來已經算不錯了 李成平也在欠時間 在場邊捉著阿波杜拉說回兩句 這個駕駛球就算了 因為太近了 有機會你說真的捉得嫌的話是為例的 大家當值 阿波杜拉 現在阿波杜拉 他就跟阿高祥有多時間配合做得不漂亮 唐苗 剛才你看到青島的攻勢也是那種例子 你一望遠 是四個後尾對著一個前鋒 想說第一時間撿回給唐苗 但這個球比不上 至於現在在後場 比如青島這樣拿到球的時候 可不可以做一個壓迫呢 都是可以考慮一下的調整 高牆 呂鵬拆給浦波域 烏魁斯達 青哥隊這邊中場的總職很明顯 都是落在浦波域這邊 很主動地找他來派球 這次左路的傳送 流了過來高牆 轉不轉身呢 強行咬過去 剛才中堅頂著 拉當職的位置頂得不錯 雖然跌下來高牆拿到 旅拍 另外還有就是 這裏其實也可就算縮下來 都可以給更多壓力 控球那裏 所以就 這裏不單止在人腳上要調整 在陣容上面 在踢化上面 可能都要做出來調整 這個電眼都做得不錯 咬到出來的 這個球真的在後處沒有人放 如果有人放的話 分分鐘就真的有機會撿到 陳志超 一個可能掩左走右 繼續的是陳志超 躺在地上 鏟上來前面 但是很可惜 交不到給前面的葉楚桂 但是球證也補回了沙滑 實際上很厲害 這樣也想到 即是他直接飛過人下去 用自己的身體 叫做得住的位 一路飛下去一路踢球 想給自己的隊友 當然由於張國神也是掃了 他專程 射下去是專程的 由於張國神進來的位 其實算是一個難節 看來剛才球證似乎吹罰了 對 對 看見前面葉楚桂拿不到之後 補回了沙滑 已經去到林近元半場 開始要想想了 下半場比如說壓迫 比如說後場的人腳結構 前場那裡需要不需要調整 因為如果看這場球的格局 一旦立刻其實一分未必太坏 但是目標是不是應該可以 可以嘗試去求取取得三分呢 對 即是 Clarke雅 sounds 可以取得三分的情況下 為什麼要出需要最多 Jab 對 小 bland翅 上門場的人晚上會走到 保持的階段 現在的風勢好像有加大跡進 黃青宇 給了左邊的婚約寶 中間來提香 保持一分鐘上本場 姜青華 高球放上來有點盲目 對 控球的百分比 現在的統計數字顯示出來 也不是說絕對很重要 常菲亞 我要轉給小仁信 想我第一時間彈給古希美 但給不到 但這個嘗試是不錯的 因為古希美是想著 葉楚桂拿球轉身 他走進去 而葉楚桂就想著 來一個即時的1-2 自己走進去 但是這個變速的節奏變 是好事 在按他頂 這邊看看犯規 小仁信 侵犯了就烏尾斯達 保持一分鐘就夠了 所以古春咸都不需要這個球 開出來直接 吹向上半場結束的哨星 上半場就在形勢上來看 在廣州城都是佔對著一個比較明顯的優勢 但始終未能夠創造出足夠多的一波機會 所以暫時和青島隊打成0-0的平手 好 我們也可以手試休息 把鏡頭交給演播室 可惜不知道 數不動 應該去選擇 去選擇 好 大家去選擇 上去選擇 大家去選擇 就選擇 馬 prospect 上去選擇 博士 會人六味提醒你精彩繼續 一次一代為愛堅持 你知道我最喜歡你哪一點嗎 愛我來一點 老婆的討味情話創持她的期待 但我真的想堅持吃 保証 要的就是堅持 會人六味地皇丸 我決定搬家了 搬到你心裡了 堅持愛 會人排六味地皇丸 會人 守護愛 九珍雙珍 純淨 輕負擔 廣東體育頻道 戰略合作夥伴 純淨 輕負擔 九珍雙珍 加班 應酬 鬧野 感覺心好累 請喝寶心茶 天草丹心 寶心茶 保護你的心 助力你打拼 生活中總有一些時刻 值得我們多一點用心 和百味精尊一起 用心 為此刻 男人神去請用強腎片 好護視牌 強腎片 精選陸容 九幾指 補骨支等 暴地藥材 強腎片 幸福是每個男人的責任 神去思思強腎片 好護視牌 強腎片 腰間盤出了問題 同樣 用舒筋健腰院 專若專治 腰椎間盤突出人罰 腰筒 腿痛 腰失酸痛 舒筋健腰院 廣州白雲生 陳美濟 廣州城挑戰青島隊上半場比賽結束了 雙方打成0比0 1 兩無紀錄 我們看看上半場數據的統計 我們看看控球率 廣州城只有61% 青島隊是39% 另外我們看看射門的次數 射證龍門的次數 以及看任意球次數 角球次數 都是廣州城佔優 反而有些數據負面一點 比如說 犯規次數青島隊會比較多 黃牌青島隊有一面 廣州城 黃牌方面和紅牌都是0 雙方上半場都沒有出現紅牌 上半場都覺得挺平淡的 聽聽 彭鋒指導你對上半場的觀感 其實廣州城和上一場比賽對河南有點相似 整個半場都是不出來的 青島隊 面對對手 其實這套陣容 對於廣州城來說 是一個對強隊的時候 5-4-1的棋位 現在需要對目前大家積分 和能力相當的球隊的時候 需要變陣 變成一個3-4-3 一個前場組織進攻的陣型的時候 其實顯得有少許中場的組織不利 所以就看看兩方面的心態是怎樣 如果是拿1分的話 我覺得控球隊上面 省力這種打法的話OK 如果拿3分的話 可能在中路要加多些元素進去 看回上半場 我覺得青島隊 他基本上就是 他的踢法可以說是見底 就是說句不要聽 他就是穩守突擊 而且上半場大部分時間 他去到三十幾四十分鐘之前 他基本上在自己的後場上 他不會輕易上去 到了最後四十分鐘後 他就可能會上去 搞搞陣 搏一下機會 問題就是看廣州城 在力壓對方佔優勢的情況下 你能否拿到那個入球 沒錯 問題就是廣州城 上半場是未能取得入球的 上半場的精選 我們這時候和大家一起去回顧一下 分享一下 好 聽說上半場 穿著淺色球衣的廣州城 游游工作 形勢方面 廣州城很快就佔了主動 看到就是古希美 朋友知道嗎 是的 古希美其實我們也知道 在中場如果真的組織調度的話 一定是看他的廣州城 這波翼也是很漂亮的一個來次 和唐廟的一個交叉 但是進入中間 作為中鋒的葉楚貴阿貴 應該是拉橫一點的接應 令到這個進攻在這個層次上 會更加好 慢慢慢慢 其實我們在進攻上 一定是看古希美 當然青島隊也是非常清楚 他在廣州城陣中的位置 是的 除了剛才的機會之外 連接不太好的時候 我們再看看廣州城這個機會 就是來自陳智超 應該說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大概也是16至17分鐘左右的時間 這樣拉到之後 這個大好機會一射 差一點點 是的 其實兩隊球 如果是真的 互相之間是一個 賽鬼初前是一個防守狀態的話 看看誰犯錯 其實這球是青島隊有少少犯錯 看看拿著機會的能力 當然陳智超的選擇也是OK的 其實這球球 斷完球之後有一個擺脫 在上一輪對著重慶的時候 陳智超的走位很靈動 是 入球也是很關鍵 下部場一開球組斷的時候 古希美出了一個漂亮的球 然後陳智超一拍進去搞定 那顆球真的很關鍵 我們繼續看上半場的精選 繼續看見廣州城的攻勢 過了35分鐘左右 其實就慢慢慢慢的感覺來了 其實前場組織進攻 又是古希美亞 他本身打右路的來到左手邊 拆認進攻 吸引了三四個防守球員 常菲亞入到中間 其實是中路比較密集的 再分回去哪裡 看看一來一回 其實轉移完之後其實是有機會的 這球也是唐廟 撒得亞森在裡面 其實接著出來 這球是一個比較少見 在對方禁區裡面 可以有組織進攻的一個運動戰 也算是比較靈動一點 運動戰當中 看回廣州城又會有一次機會 這球看到是陳紫超 含迴秩序 再比回是唐廟 這個球讓唐廟一撐出來 有點外勢 葉楚貴也盡力了 這個球也頂高了 是的 其實我們看到 就是陳紫超的突破 我們破物閘一個軟射一個突破 還有很多死球 是一個非常好的破物閘的手段 但是要稱讚唐廟 這球是很難傳的 忍著動力的話 送到阿貴的頭頂 阿貴的身高 你知道一定是很考驗 傳中的一個質量 朋友知道 剛才看到阿貴的頭槌 我突然想起 廣州城目前一個情況 就是在進攻端方面 缺少了一個儲等式的支點 這個角色 如果有中鋒的角色在那裡 兩邊的球掛出來中間 可以把球掛下來 讓後面那班阿貴 或者是阿超仔 拘捕上來的話 機會大很多 是啊 差了這一點 變成他們的前鋒 廣州城是很靈動的 但是硬正度和高度方面 有少許缺陷 他的支點是缺少了 青島隊方面 我覺得他們看上半場 他們很明確的目標 這場球 他們如果拿到一分 應該是交到功課的 是啊 我們看到青島隊 大家都應該非常熟悉的 一定是這樣的一種踢法 相對來說 他拿一分 或者廣州城是一個思考上面的問題 但是隨著比賽的進行 其實青島隊的話 上半場不見得說廣州城 會比得很多他們橫移當中 消耗體力的一種打法 那麼在中場中裡面 史文遜和李提香 都是屬於一個全新的組合 雖然我有點擔心 廣州城上半場 雖然是佔盡上風 但是青島隊的體能 消耗不太大 是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看看上半場到尾段的時候 38、9分鐘開始 他就推上去 開始有多少威脅到廣州城的大門 你說如果這種情形 在下半場來說 我們都預計到 可能去到70多分鐘 或者80分鐘左右 可能青島隊會穿上去 我擔心廣州城 如果到時還跟對方交著 進不了球的情況下 自己體力消耗給對方要大 但是可能這一點會有些令我擔心 是的 零零星星其實上半場 青島有幾次機會 拉當查在中風位置擦影高尚的後尚 當然高尚也是屬於 金國草的第一次出場 是 變成了自己的狀態 也是雙語復出 不是那麼好 所以也不是那麼穩陣 雖然是大家一分的話 我覺得兩隊球可以接受 但是廣州城 一定要拿下一球 先穩陣一點 對於這個拿分的計劃 沒錯 我同意你的說法 彭峰指導 其實現在最關鍵的就是 廣州城何時能夠入到第一球 對付青島隊這種鐵桶陣的踢法 關鍵就是 你能夠打破了平衡 你能夠入到第一球的話 青島隊可能他的心態 會產生傾斜的情況下 廣州城還有機會第二顆 但是如果你第一顆是進不了的話 一直被他磨磨到七十幾八十分鐘 廣州城這場賽事想拿三分 困難度就會比較難 我們先談到這裡 下面可以廣告 稍後會加入下半場的直播 男人神去請用強腎片 好互視牌強腎片 精選陸容 九幾指 補骨支等道地藥材 強腎片 幸福是每個男人的責任 神去思思強腎片 好互視牌強腎片 酒精雙蒸 純淨清負擔 廣東體育頻道戰略合作夥伴 請入保心茶 天草丹心保心茶 保護你的心 助力你打平 庭師傅 請入保心茶 天草丹心保心茶 保護你的心 助力你打平 作詞 輝瑰 手提搭 平均 反對浪費 腰間盤出了問題 痛呀 用舒根健腰丸 鑽藥專治 腰椎間盤凸出人法的 腰痛腿痛 腰失算痛 舒根健腰丸 廣州白雲山 陳李濟 生活中總有一些時刻 值得我們多一點運行 不要啦 和百味精神一起,用心為此刻 我可以看你心中 堅持愛,會仁牌六味地黃圓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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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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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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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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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